对于这个旅程 我很矛盾 我总在想我到底该不该来 我总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但我觉得 他们是不是不应该被打扰 你说的是谁吗 雪山 冰川 还有大自然 在以前经历的 绝大部分的项目里 我是一名艺人 是被拍摄对象 说直白一点就是 一个游客 我被大家所允许看见的 更多的就是光鲜亮丽的表面 这次我被要求作为一个影像记录者 用相机记录下我自己看到的东西 但我不知道是 因为视角变了还是 是出于拿起镜头的那一份责任感 就当我 眼睛看见取景框的时候 那些好像所有的美景 山川 河流 草垫 都不存在了 我总是会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住 什么样的东西 垃圾 建筑库废料 野生动物 除了眼前看到的 我还忍不住去想象 就在我们说这些话的同时 在格拉丹东 至少已经有一万吨的冰融化掉了 那里是长江的源头 在格拉丹东 我感觉每一个人都在充满问题的泥潭里 游动挣扎 然后精疲力尽 我也在问我自己 我该做点什么 我能做点什么 你先等你什么 我不知道 在最初的计划里 我决定跟朋友一块儿 带上一本绿色江河青藏线的画册 跟着上面标注的驿站一路打卡 然后拍摄 基督志愿者们的工作和生活 绿色江河 是青藏线上规模最大的环保组织 每到一个驿站 志愿者就会在画册上盖章 第一站格尔木驿站的时候 其实我就能感受到不被欢迎 其实想起来很正常 你想我们这么一帮人设置组过来拍一拍 看一看 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这么一路打卡下来就没有必要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得做点什么 两个袋子在手上 对一个简可回收物 一个简不可回收物 这样简的话别叫 方便我们回来分类 我没有什么 走 开干 这 这 我的天 这差点太大了 我不知道是这样的 完全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的 我以为跟这个树林差不多 但没想到慌成这个样子 心里一下子就 绷紧了起来 垃圾全部都是垃圾 我甚至都不需要拿铲子去翻沙子里边 浮在面上的全部都是垃圾 人为倾倒的垃圾 动物被烧毁之后的骨架 还有都认不出来是什么的垃圾 我有设想过垃圾会很多 捡垃圾的过程会很枯燥很无聊 但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垃圾 给我带来的无力感无助感 会这么强烈 更丢脸的是刚回驿站 就被志愿者吴伟老师叫住了 因为我们剧组自己的核范 没有做垃圾分类 这种情况我就要骂人了 特别过分是吧 对 看着我就想骂好过吗 剧组没把垃圾分类 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处理垃圾是很困难的 你必须要把每一种垃圾 都做好非常精确的分类 厨余垃圾要集中填埋 但那会儿就真的是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一股情绪憋在心里边吧 哦 所以插的每一个杆 都是代表你们填满的一个垃圾 这个说的什么无力感啊 什么玩意儿 我在理解自己做这个的 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这个感受全都有 一万个人扔 一个人捡 你永远怎么捡都捡过 我以为这就已经到头了 但你知道吗 其实这什么都不是 有这么多垃圾吗 这个我先不告诉你 你可以去看看 四五个人 以上五可能几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捡一匹卡的垃圾 一匹卡 对 真的就是整整一匹卡 而且我们就捡一公里 我这么规则速度远的话 没有人就是最好看 对 你让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人 他就没有外面 这肯定的 新的煤矿 对吧 新的化工厂 还有汽车尾系的房子 这些都是更严峻的问题 我感觉它尾远程度要更高一点 这个开车开个每天这么多车 最有影响的就是你卫星排放 建筑寿命是多少 但没有想过这个感情 建筑是要换新的 建筑是要推掉的 是 然后你这些建筑垃圾 是你没有帮我承计的 可是你就是睡眠 啊 他们还下来干嘛 他们爬山上去了 啊 他们去那边了 疯了吧 你看到那小黑点吗 啊 这 从格尔木的晴天 到昆仑山的大雪 这个季节的切换特别快 到昆仑山驿站的时候 天气非常恶劣 那天雪特别大 上了高反又严重 头晕 堵车 整个堵在那里一整天 待在室内和车里的时候 不觉得 但你一下车的时候 就体感温度完全不一样 你在 北京的时候你觉得 下一场雪会特别浪漫 但到了昆仑山我想的是 在这么冷的雪山上 还有人扔垃圾吗 很快我找到了答案 我带着木白老师一起上山 我们干脆从旁边找到一个大袋子 然后就把一些能回收的垃圾往里塞 那么厚的雪莲垃圾根本盖都盖不住 雪山依旧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 就我们已经过了这一关了 你不能带着那种绝望的心态 这个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都会非常绝望 就是因为人是不可能停碳 人是不可能完全以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保护这个环境的 那你从事这个专业的意义是什么东西 就是人是环境保护的重重之重 就是你是需要跟人沟通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组织的意义是在于 他跟这边的游客传递了很多积极的东西 志愿者们告诉我一个数据 十年 整整十年 所有的志愿者他们一共收集了五十多吨的垃圾 这个事情就好像告诉我说 我们所有人都好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 但负责打扫垃圾工作的人就只有那么一小批为爱发电的人 是 也许他们有着自己的理由 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同样生活在这个房间里的我们呢 那几天我想了很多 心里也很乱 所以在我见到绿色江和创始人杨兴老师的时候 我就希望他能把我心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告诉我 就跟你刚才讲的 我们的自愿者 他减不了多少垃圾 但是呢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这种行为 它会影响一些人 我们招募志愿者 深入牧区 教牧民 垃圾分类 他说这个有什么可分类的 我们的爷爷的爷爷垃圾就是这么扔的 我们说你们的爷爷的爷爷扔的垃圾是什么垃圾呢 那无外乎的什么骨头啊 这是一扔的鞋都是牛皮做的 狗还要啃几口的 但现在的就是工业垃圾上来之后 他们认知也不足 把垃圾带到我们这儿来 我们进行交换 垃圾换食品换物品的方式 减少了就是草原上的垃圾 同时这种方式 那个推动的政府 我们联合的建立 青藏鱼学驿站 我们来影响整个青藏县的垃圾的回收 能影响游客 影响司机 包括你这次参与之后的话 你可能也能影响你周边一些朋友 好看 我比较喜欢雪 好看 因为我比较喜欢雪 刚好这边有很多雪山 我就看着觉得很漂亮 我觉得雪很干净 就是很盛洁的感觉 也可能因为在深圳长大 没怎么见过雪有关系 随着我们不断往半斗湖里开 垃圾越来越少 环境也越来越漂亮 小动物们也越来越多 哪里 这 这 越往半斗湖里走 你就越会发现没有路了 全部都是土路 或者说 就只是之前 车辆留下来的轮胎硬 在我下车的那一瞬间 我真的是被震撼到 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像仙境一样 可能因为我本身就喜欢雪 而且我们刚好到的时候 整个湖面都是结冰的 这是 这是现在的 对 你也可以坐在这儿 现在啊 实时的画面 那在 你坐在这儿吧 这个就是斑头燕 这边这个就是斑头燕 在十月份左右就开始结冰了 结冰之后呢 就这些鸟就飞走了 在之前的话就是 各种的就是住巢的呀 就是蛋从屁股底下 出来的呀 然后出壳的 还有它们交配的 还有跟其他的一些鸟类 发生一些争执啊 打架的各种的都有 这斑头湖这边 主要是一个保护 是因为以前 这个岛上面的那个鸟蛋 之前有很多人去检视 对 检视 然后去卖 给游客这种卖 然后呢 后来我们就发起这个保护 我们就招募志愿者 然后就住属在这边 这就是斑头燕的蛋 哦 它以前 它有一些 那个缝不出来的 废弃的一些蛋 那会被别的那些 某的青春吃掉吧 对 它会像黑警鹤啊 那些过来 就会把它吃掉 哦 就有时候你去拍摄 它有些人远远地看到了 它就惊了 就开始叫了 然后呢 你也就跟着它学 就这样子 慢慢慢慢靠近的时候呢 它反而倒是会 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然后你就靠得很近 但是这个呢 过去也是一种常态化 反正每年到这个季节呢 大家都会去捡食斑头燕的蛋 当地人这种的话 他们就是自己捡了自己吃 这个倒也就还好 就是后来变成那种 商业行为的时候 就非常的可怕 像我小时候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呢 人家我自己也参与过 人家我也参与 对 然后呢 后来被我妈妈知道了 我妈妈知道之后呢 那就跟我说了 就说 黑色的生灵能活一千年 白色的生灵能活一万年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出盒 就把它拿过来吃了 所以就让我为了这个 洗情这个罪 然后呢 我在我们过来的那个路上面 做了一个小那个佛坛 做了一个佛坛 那个时候我亲属 为斑头燕超度 那些残散弄完了 我以为当时以为 就我跟斑头燕的这个渊源就结束了 结果没想到 我后半生用医生的时间 全部又守护这个斑头燕 统一世界大 我们今年最高的斑头燕数量 已经达到了七千只 七千只斑头燕 进入了斑头湖之后 就感觉自己整个人平静下来了 虽然你知道 还是有那么多的问题存在 但至少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那么多的动物 在自己的栖息地好好地待着 你的内心也会平静 我就会忍不住去想 会不会人类减少 才是对环境最大的改善 虽然没有人的地方 不一定会有这么多斑头燕 但一定不会有那么多垃圾 有的河可能发源一片沼泽 有的河发源一个水潭 有的可能发源一个湖泊 但唯独长江在大江河里面 它是发源于冰川 所以说气势磅礴就在你眼前 太阳的照射之下的 把冰川开始一滴一水下跌 现在的长江最出手的原因 我们在之前就想 想去看看长江的运动 如果您能愿意带我们去 那当然是最好的 特别担忧 格拉丹东 现在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沉重的名字 那里也是韩美老师的故乡 我对韩美老师的了解 其实并不多 我只知道 她是我们的随队医生 而且是我见过 为数不多的 会像一个母亲一样 去照顾每个病人的人 她的身体很瘦小 可是你每次见到她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一股 很强大的能量 就好像只要她在什么问题 都能解决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 韩美老师是藏地 很有威望的 治疗高原病的医生 她的故乡就在距离 格拉丹东不远的地方 最终韩美老师还是松口了 同意跟着我们 一同进入格拉丹东 这些高地补品的 高出来的这些 就是当时这个冰塔林 消融以后留下的这个沙球 韩美老师 所以这一条线是什么 上面是整个都是雪山 下面全都是冰川 所以在这条线往下就是冰川 对 然后这条线往上都是雪山 雪山对 现在就是冰川也没有了 雪山也没有了 你看大冬天 雪山也没有了 这个雪山也没有了 这个雪山也没有了 雪山可能就像一个垂危的病人 韩美老师没有办法 像治好其他病人一样 治好雪山 她不愿意再见到雪山 可能就是因为她不想 再面对那种 难过和绝望吧 因为流水特别大 一个老人就在那河边 蹲蹲那儿就开始哭了 然而是因为她是高烦 韩美老师你赶紧去看 你赶紧去看她 是不是高烦了 我说我没去看她 我觉得我知道 因为她去过很多次这个 这个川角源头 我知道那一个老人 她看到这个川角 就是个冰川 退缩那么严重 她肯定当时可能受不了 我也倒是特别难受 反正我长过去就哭 我跟我女儿说了 等我没有的时候 把我的照片全部可以删掉 但我拍的这些雪山的照片 千万不要删掉 给我自自送信都要看到 将来她们的小孩 不一定能看到雪山 我本以为 在人迹寒至的格拉丹东 看到的冰川已经足够了 多美丽了 但我看到韩伟老师 相册里冰川的图片 才知道冰川本来的样子 而我们此刻眼中的这些冰川 会不会以后也只能通过 描述图像 来告诉以后的人们呢 我一开始就知道 这个项目叫做追光者 但可能到现在 我才慢慢明白她背后的含义 我很庆幸有这样一群人 还在努力 但我想该努力的 不应该只有她们 就像志愿者常说的 种下一颗绿色的种子 当这颗种子 在被宣传的人 心中萌芽之后 她也可以将这个意识 宣传给她身边的人 我觉得哪怕改变 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 但我也在期待这百分之一 变成百分之一百的那一天 我应该来这儿吗 现在我还是没有答案 但我应该算一个诚实的记录者 把我看到的高原上的壮美丑陋 我统统记录下来了 但时间会流逝 冰川正在消亡 长江有一天也可能会干涸 我觉得 我们不该让这种壮美 成为最后一次的回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在第二天我们到了昆仑山驿站的晚上 跟当地的几个志愿者 跟我年纪比较相仿 都零零后 有过一番聊天 我就获得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 不一定说你的这个事情 是要有多大的成效 而是你觉得这件事情 是否真正有意义 或者对你来说是有用的 你就可以坚持去做它 这也是我 复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观 昨天拿到这个阿拉扇的杯子 然后今天特别巧 看见了上面有一行字 写的是再小的努力也有意义 我叫罗洪李来自江西南昌 大家好 我是温都苏 我是绿色江河的志愿者 我叫李一望来自安徽海南 我叫唐晨 唐朝的唐 然后我来自中国上海市长江的尾部 我想对所有的广大司机说 不要再轻乱到人乱丢烟头 即使做的事情很小 只要证明我们在做 你可以热爱这个环境 你可以选择热爱这个环境 你可以学习热爱这个环境 你可以在环境里体验你的情感 一切都可以在这边有机的环境里发生